知道再继续多问下聚会 露出马脚楚玉 便适时地露出一副我了解了的神情 随即虚弱的地要求刘桑 把自己扶回亭子里 坐在亭中任由山峰吹拂楚玉 慢慢恢复了一些 气力他忍着不自在看月节飞翻茧地面上的五具刺客的尸体 却亚然发现 除了身上杂乱的伤痕外 五名刺客的地咽喉双肩眉心胸口处 都有着一点不超过指尖大小的伤口 而鲜血从伤口中流出来 染红附近的地面 楚玉想了想问 正在给还远包裹伤口的刘桑 你把刚才的情形和我说 一遍刘桑自然不会不从从他的叙述中 楚玉得知那花错是忽然出现 而后以极高明的剑术 快速杀死五人得手之后 毫无停顿 飘然而去楚玉 好奇到花错的剑术那么厉害 比月节飞还强吗 刘桑和月节飞打了半天没搞定的刺客 那花错一下子就解决了 这其中的表现差距 未免太大了些 月节飞脸黑了一下 默默地转过身去 搜索下一具尸体刘桑 摇头道 这倒未必花哥哥之所以这么快得手 是因为那几名刺客 被月哥哥缠得无暇防备 从旁来的袭击 倘若让花哥哥和月哥哥两个人 交手败的人 也许是花哥哥 因为他的体力不能久战力量 也有所欠缺 楚玉点点头 他这回算是知道刘桑的逻辑了 花错叫花哥哥 月节飞叫月哥哥 还远叫还哥哥 那么依此类推荣指 就是容哥哥了见刘桑的神情 依然有些沮丧 楚玉大概猜出他的心思 鼓励地揉揉他的头发 到刘桑 今天也很了不起拦住 那一个刺客啊 刘桑咬着嘴唇 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谢谢公主 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 抬起头来 露出心有余悸的表情道 幸好今天容哥哥娇巴 短剑配在身上 否则我就算是想帮公主 也帮不上忙呢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楚玉挑了挑眉毛 容止压下心头的别样心思 楚玉笑着问刘桑 你将来打算做什么呢 看他这么小年纪 见数就已经不错 再怎么不计 估计也能谋一个好职位吧 一听他这话 刘桑当即扬起脸 嫩嫩的脸颊上 还带着少许不止是兴奋 还是羞涩的飞红 直直地望着楚玉道 刘桑将来长大以后 要当公主的面首 楚玉脸绿了大半 仍怀疑自己是听错了 等刘桑 以纯真又热情的眼神 将面首宣言 再重复一遍后 他默默地将一口血咽进肚子里 荣指收起棋盘 便将墨香送出沐雪园 可是他并没有立刻返回 而是慢慢地绕着公主府行走 沿途有人都向他行礼荣指 也都微微点头回礼 他的嘴角 一直挂着不便的微笑弧度眼神 却幽深安静 不见波澜 绕着公主府走了 几乎半圈 他在慢慢地折回 最后在一间 极为冷落僻静的院子前停下脚步 院子里传来很浓郁的药味 这药味不是一朝一夕 而是几年累月留下来的 而院门上的牌匾伤痕累累 摇摇欲坠 隐约可以瞧见五个字 三千繁花剑 虽然此时是春日 可是院内的景致 却十分萧条花木凌落一地 好似被肆虐过一般 才踏入院门 便瞧见一柄 细剑 斜插在地面上 剑身上似乎 还带着些隐约的红色戎指微笑一下 这时候 他的笑意才终于感染到了 眼底少许走入房门半开的主屋 容止轻柔地换到阿挫 未免再度遇险 无力相抗几人 在山顶上又休息了片刻 待楚玉稍微恢复些体力后 便匆匆地下山越劫飞 虽然仔细搜索 却并未从刺客身上 搜出任何可以当作线索的事物流丧 先行一步 回公主府 再带着车架前来接楚玉回复 否则以他现在的外形 估计路上能引发的回头率比来时还要厉害 回到公主府这一路上还原 一直保持着惊人的沉默 虽然他之前在楚玉面前也一样不怎么说话 可是这沉默却与来时有些不同 好像有什么彻底沉下去了一般 尽得让人心凉 两人进入公主府走了一段路 就要在东西上阁交界处 分别还原走了几步 忽然转身叫住楚玉 倘若花错没有到来 只需吃一会 你我便将落牙那时候 你会不会一直拉着我楚玉文言 有些惊讶他仔细看着还原这俊美青年的眼中 有着无比的失落和迷惘似事 找不到方向了一般 想一想 他倒我不知道生死关头人的所谓 未必有本身意志所决定 也许到了那一刻我会因为怕死 放开你的手 也说不准 可是楚玉望着还原真挚 而诚恳地道方才 至少方才我是真的不想放手地还原冲正片刻低声到我信你 随后离去楚玉轻轻地叹了口气 也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虽然他方才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实话 可在这个时候说出来却是别有用心了 还原的心智 显然已经有些动摇 他要适当地把握住 这时门外摇摇地传来 荣指轻柔地嗓音 公主是否回来了 楚玉略意沉吟 让又兰自行退下披上外衣 出门去见荣指 正好他也想要见他两人 一路并肩而行 各自地想着心事谁都不先开口 最后还是楚玉暗叹一声 挑起话头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说吧荣指 微微一笑到今日 我担忧公主安危 让花错钱去照看他从前是江湖中人 性子放框不羁 倘若有失礼之处 还请公主见谅 还没等楚玉 询问荣指 便自己把相应的回答给说了出来 令他听了不由的一愣 随即淡淡道 无妨倒是省得他询问 为什么花错会出现在山顶了 至于流丧为什么会配件 为什么会与还原 一起出现他 也为荣指想好了 现成答案 都是因为担心他的安危 如此一来他心中所有疑虑都不必再问 可是不知为何有莫名的不安楚玉 强行压下 蜘蛛又到你来找我 便是为了这个荣指 偏头瞧着他 展颜一笑 自然不是我有重要的事 与公主详谈 两人已经走到前次摄验的杏花临边 虽然过了这些天可杏花 人未开败 此时正在最盛的时刻 雪白的花瓣繁复地凑在一起 遮蔽住花枝 有一只横溢斜出 几乎擦过荣指的脸颊 映着他幽静深沉的漆黑眼眸 几乎绽放出一种灼伤人眼的妖娆 是花还是人 处于有一瞬间的恍惚片刻后 又立即地清醒过来 他握紧双手指甲 深深地掐进肌肤里 在这个人面前绝对不能 是要与公主说不过 却不是在这里 他回头望一眼 跟了两人一路的岳杰飞 温和有理的道 能否请阁下退守于灵外 我有非常重要的是 与公主相谈岳杰飞并不为其所动 只将目光投向处于四世 再询问他的意见 处于心头剧烈交战 片刻答应 还是不答应 倘若答应他进林子里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毕竟他到了现在还没弄明白荣指的意图 可若是不答应呢 看荣指这个架势 假如不答应 那么他恐怕不会把接下来要说的话讲出来更加 无从探究他的目的犹豫 只在片刻之间 楚瑜果断做出决定 对岳杰飞点点头 却又吩咐到 不要走得太远 岳杰飞脸上 浮现有些古怪的神情 随后领命行事 楚瑜先是恶然转身 与荣指再走几步才醒悟 岳杰飞那个表情 恐怕又是误会他和荣指打算在没人的地方做些什么 看来山鹰公主留下来的阴影 依然十分严重 在林中穿花而行 雪白的杏花 偶尔因为两人动摇花枝 而速速落下 眼前是一派极美的景象 楚瑜走着走着兼知 今日已经受过一次精强行 提起来的心神逐渐放松 慢慢的 忘记荣指 就在身边大部分心思 都放在了眼前的杏花枝上 耳边传来一道十分柔和柔和的 让人完全提不起戒心 甚至有可能会更为放松的声音 你叫什么名字 楚瑜几乎是不假思索的楚瑜 下意识脱口而出话说出来后 他才悚然地领悟 方才那话是谁问的 又有什么目的 山鹰公主的名字叫刘楚 于而她的姓楚名誉 两者之间 只有一字之差 若非如此相似她 只怕现在就要露出 破绽楚瑜心头凛然 目光锐利地逼是 荣指荣指 却微微一笑 她轻柔地拉过身旁的花枝 靠近清秀杏花的芬芳 因为她的动作 有两朵杏花 一掀一厚地从枝头坠落 轻飘飘地落在地面上 楚瑜几乎可以听见 落花的细碎声音荣指 滴滴地道公主 你是否还记得 四年前你带着我来到公主府时 曾对我说过一句话 这句话 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你也不会楚瑜的心 一下子提了起来 她面无表情地凝视着 荣指好一会儿 才慢吞吞地道 你这话是在问本公主 她自然不是山鹰公主 荣指的这个问题 她不可能答上来乱答 是不可能的 但是也不能推说自己 不记得楚瑜想了想 正打算用都是陈年往事了 你还提起来做什么这样的话 含糊过去 忽然心头一灵 冷然晒到你以为本公主是什么人 你凭什么用这样的口气 来审问本公主 而荣指接下来的话 更是让楚瑜松了口气 公主不屑回答 自然是对的 因为那时候你 什么都没有对我说 果然但是楚瑜 并没有因此露出 得意的神情 反而继续冷笑着乔荣指 因为方才那句话 也有可能是隐忧的陷阱 她不能贸然上钩 荣指望着楚瑜 眼波柔和的几乎要低 出水来 可是说出来的话 却吓得楚瑜心脏差点罢工 请公主宽衣楚瑜 按按压住脆弱的小心脏 面上冷笑一声 继续半裤 本公主今日不她的话 还没说完遍 瞧见荣指一只 洁白修长地手伸了过来 手指捂上她的嘴唇 她另一只手 飞快地擒住楚瑜的双腕 压过头顶 接着仰面往地面上一倒 在一个翻身 楚瑜便被她给压在了 身下放手荣指的拇指和食指中指 扣在楚瑜的下颌关节处 虎口则卡在楚瑜微张的嘴唇中 她的力气并不算太大 可是手法却巧妙地害人 不管楚瑜怎么 拼力挣扎 都只能发出含糊而微弱的 嗯嗯声口 被封住她的双手双脚 更是被牢牢地压制着 说来奇怪楚瑜 甚至能够感觉到 荣指的力量不算大 可是她 自己却好像忽然脱离一般 怎么都挣不开她 虽然料到荣指别有用心 可是却没想到 她竟敢就这样 直接地对她下手楚瑜 徒劳无功之后 只能寄望 逾越劫飞能听到 林子里的异样声音 荣指笑了 她俯视着楚瑜 眼神高深莫测 从容而雅的道公主 不要这么着急 我很疼呢 她在说什么鬼话片刻后 楚瑜 领悟她这话 并不是说给自己听的 而是说给林外的月杰飞 当林中传出 好像有什么重物落地的声音后 蹲在杏花林边的月杰飞 下意识地站起来想要 进去看看情况 可片刻后 荣指从容不迫的声音 又让她立即释然了 脸上随即浮现相应的 古怪神情公主 又在玩某些特殊游戏了 等了一会儿 不见月杰飞 闯过来 楚瑜知道 大约是荣指的那句话 起了作用心 顿时量了大半 现在到了这个境况 她反而心中一片 清明坦然 毫不畏惧地与荣指对视 荣指微微一笑 俯下身去 嘴唇贴在楚瑜的耳边 气息伴着羽毛一般的声音吹拂 别怕我知道你不是公主 既然你不是公主 那么告诉我真正的公主 去了哪里 楚瑜心中叹息一声 知道自己这阵子 表现的是有可疑之处 稍微缜密和细心一些的人 都会发现 可是就算被发现了 他们也仅仅只是猜想公主 转了 性子 谁都不似荣指 这样的胆大做出最不可思议 可也是最接近事实的判断 我在你的床边 发现了正字刻痕 所刻下的笔划算起来 正好与那日 你将我与 其他面首赶出房间 直至今日的日子 数目相同 楚瑜心头一颤 她连这都发现了那些正字 最初是处于彷徨迷惘之中 下意识做的一些安定心神的标记 后来一天一刻 已成习惯 却没料到 绒指连这个小地方 都没有忽略掉绒指的气息 还在她耳边吹着这一次 那声音是那么的富有用 霍利不要害怕 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只要你告诉我 你是谁公主 眼下在什么地方 我会保你自由 要知道 我也是身不由己 才留在这里的楚瑜 情不自禁的 平住呼吸 楚瑜望着绒指眼睛一眨 不眨的她的相貌十分秀丽 乍看上去仿佛柔软高雅 她的眉目分明 眼珠子是纯粹的漆黑黑的 好像宇宙镜头的深渊 多看一会儿 便有一种快要被吸进去的错觉 她的鼻梁挺直鼻尖 又有些柔润 她的肌肤不是纯粹的雪白 而是温润细腻 宛如玉石 可是又比玉石温暖柔软 四目相对 在这样近的距离下 彼此的情绪 都似乎能一目了然 她黑白分明的眼睛里 流转着真挚的诚意 随着她的耳语声 微微波澜 相信我楚玉看着她眼中的 鸡翘之色 逐渐转化为嘲弄 相信她 她不信一个字都不相信 虽然在来此之后 她曾经分别给过不同的人 不同程度的信任 可是那是以山鹰公主 刘楚玉的身份 而不是作为一千多年后的楚玉 作为山鹰公主刘楚玉 她会相信一些人 可是作为楚玉 她不信楚玉并不多疑刻薄她 只是无法相信 容纸有什么能值得她 抛弃最后底线去信任呢 容纸洋洋眉毛 她的眉形很好看 扬眉的样子 有一种好像振翅欲飞的风采 你不肯说 不肯说 我也有凭证楚玉眼中的 鸡翘之色更浓厚 凭证什么凭证 难道她还有本事 剖开她的脑子 看见她的想法 不成容纸不会伤害她 楚玉心中有这样的直觉 不光是因为容纸眼中 没有杀意 也是因 为她在公主府内的权限 令她有过太多的机会 这么做她完全可以 做得更隐蔽 更加不着痕迹 而不是在这信花林中 光天化日下动用暴力 而即便是动用暴力 她的手法依旧轻柔 就连刚才将楚玉压在地上时 她也是 先自己身体后仰 承接了倒地的撞击 才翻身反压楚玉的 但是容纸的下一个动作 让楚玉 情不自禁地全身僵硬撑目 不以她俯下身张开嘴唇 用牙齿轻轻地咬住楚玉的领口 慢慢地往一侧 拉全身的鸡皮疙瘩 都好像要集体跳出来 抗议楚玉 无法遏制身体本能的恐惧 只觉得连骨头最深处都在颤抖 带着微微屈辱的刺痛 她在脱她的衣服 虽然此刻身为山鹰公主 可是生前的经历 造就了她的性格 她 不是一个放纵欲望的人 遣散难宠 一来是避免麻烦 二来也是本身 不需要在某些方面 某个意义上楚玉 反而比山鹰公主 这个古代人更传统她 坚持两情相悦 也坚持尊重和平等容纸行为的亲密程度 已经侵犯了她的底线 容纸之所以用咬的 只是单纯因为她两只手都不得空闲 不得已只好用嘴楚玉也知道 她告诉自己 不要去介意 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本能 令身体不要太过僵硬 同时想着别的事情 让自己分心容纸 慢慢地咬开楚玉的一边衣精 抬起头来轻轻地吐一口气 接着又低下头去 继续咬礼衣 少了一层衣服的阻隔她温热的呼吸 吹拂在她景象的肌肤上楚玉睁眼 看着上方天空一动不动 只当自己是条死鱼 瞥见楚玉一脸严肃悲壮 准备旧意的烈士 神情戎指 忍不住玩耳一笑 你是哪家派来的 来此之前 不知道公主平日的喜好吗 竟然连这么点都忍受不住 她心中已经将楚玉认作 是哪一方派来的细作 只不过仍有些好奇 在公主府森严的戒备下 她究竟是怎么把真正的公主换走的 终于将里外好几层衣服 都扯开了一边楚玉光洁的尖头 裸露在外戎指 轻轻吐一口气 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锁骨下方 然后她的目光凝固了锁骨下方的一粒细小红点 宛如朱砂 那么的鲜艳 与楚玉的眼神一起 好像在嘲弄着她戎指 露出思索的神情 她放开卡住楚玉下颌的手 伸出手指抹过那枚红点 然而她所看见的 并没有消失 楚玉这时 心中的石头方落地撇撇嘴 她还道戎指有什么证据呢 原来是在找身体特征 她大概万万没有料到 这具身体 根本就是属于山鹰公主的吧 但是 她的锁骨下 究竟有什么呢 为什么她自己从来没发现 大概是不小心忽略了吧 此时戎指放松了 对她的前置楚玉 连忙扭头大叫 月杰飞 还不快点进来 救驾陵内是否太安静了 走出几步继续蹲守的月杰飞 过了一会儿 忍不住有点起疑 她正犹豫着 是否要回去看看 忽然听见楚玉拔高的声音 顿时不在 估计飞身朝林中 扑去当看见林中两人的现状时 没有眼花 就她所知 从前哪一次不是公主主动扑倒戎指 怎么可能发生戎 只压住公主的情况 难道扑着扑着戎指就习惯了 扑着扑着戎指就反扑了 看着月杰飞眼中显而易见的怀疑 楚玉大怒她这是什么眼神 难道看见 天鹅想吃那什么什么不成楚玉 再叫一声月杰飞 你在哪里做什么快来 就本公主听到她的催促月杰飞 才如梦初醒 快步上前 虽然对眼前的情形感到荒谬 不可思议 但是月杰飞 还是十分尽忠职守的 不管怎么像是做梦 但是即便是在梦中 戎指冒犯了公主 这是事实 她应该行动 楚玉只见月杰飞三两步 走过来弯腰劈手 朝戎指肩膀一切趁她松 开楚玉的片刻 拗过她的手臂 反折咔嚓 楚玉耳朵一麻 听到一声悚然的 好像是骨头断裂的声音 随即瞧见戎指的手臂 以不正常的角度 弯折着月杰飞拉起戎指 朝着她肋下屈膝很壮 又伴随着一声可怕的折断声 荣指的身体 就好像风筝一样 斜飞出去了 楚玉的手脚 很快地就便量了 她不由自主地坐起来 转身目光追随着荣指的身影 看着她向后飞的身体 撞上三米外一株杏花树花枝 折断了小半 但依然拦住了荣指 她的身体停顿片刻 便伴随着缤纷飘落的花瓣 一起落在地上 荣指还活着吧 楚玉脑中出现大片的空白 她叫来月杰飞 原本只想让她帮忙 拉开荣指 却不料她风格这么狠 拉下起手来 完全没有当荣指 是个活人 荣指在府内的超然地位 也丝毫没有让她动作 轻一些荣指在公主府里 不是很有地位吗 她不是很受公主宠幸吗 为什么月杰飞出手 这么不容情 方才还肆无忌惮 钳制着楚玉的荣指 此时却毫无生气地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地 任由雪白的杏花 洒在她的黑发血液之上 楚玉忍不住 平住呼吸观察 直到看见 荣指的身体 微微动了一下 才放下心头旋转的大石 又重新恢复了正常思考的能力 荣指动了动后 用完好的那只手 支撑着地面 慢慢地翻身坐起来 她的头发散落 开洒在苍白的脸绒 两侧花瓣顺着她的动作 划过黑发间 慢慢地飘下 月杰飞见荣指 还能坐起来 上前又要下狠手处于开口 叫住了她才用 转向荣指你 现在可算信我了 片刻的动容过后 荣指淡淡地一笑 眼神安及平静 我今日在做这件事之前 便已经预料到了最坏的后果 也完全做好了 承受的准备言下之意 便是任由处置她语气 虽然平静 可是那种自然而然的态度 却让楚玉有一种 凛决然的错觉 她忍不住开口到 你胆子很大明知道 失败后会有这样的后果 却依然这么做 是什么令她不顾一切的荣指 微微一笑道 我胆子素来很大 公主三年前就该知道的 见楚玉迟迟地 不做出对她的处置 荣指又笑了笑 公主既然不打算追究荣指 那么荣指 要告辞了她说着 低下头 一只手扳着受伤的 另一只手的上臂 猛一用力接上脱臼的部分骨节交错 声响起来的那刻 她的笑容一下子绽放开来 前所未有的璀璨灿烂的 令楚玉心头发寒 楚玉眼睁睁地 看着荣指面带笑容接好骨头 慢慢地站起来 扶着肋部的创伤 慢慢地朝领外走去楚玉 没有阻止 她也没有再问她 什么山顶上惊吓一场 回公主府后 又是一阵起落 楚玉觉得疲惫 第二天直睡到日上三干裁 起来换好衣服 散着头发 楚玉悠哉地吃又兰送来的早饭 严格地说 这已经是接近午饭了 吃了半饱时 她留意到又兰的神情拘谨 好像有什么话想要说便 温生问道 有什么什么山鹰公主的侍女 自然不会只有又兰一人 但是楚玉来此之后 第一个见到的除自己以外的女性 便是又兰更从她口中 初步地了解了自己的身 奋从那以后 便指定她一人专门服侍 并且提升了她的待遇 见楚玉心情好像不错 又兰才大着胆子 到公主外府的一些人 从今早上起 便站在内院的门口那儿 现在都还没走 楚玉扯过丝帕擦一下嘴唇 好征以侠地问道 他们守着门口 做什么又兰低下头恭敬地道 他们是来找容公子的 一些大笔的花销款项 需要容公子的批条 才能去库房领取 以及半个月核对一次的 账目府内的人事安排 楚玉沉默片刻放下筷子 越洁飞自然跟上两人 一路行至西上阁 素来清静的墓雪园附近 此时凌落地站了不少人 是位侍女侍从 算起来也有二十多人 但是他们谁都不敢接近园子的 大门这些人身上 也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便是一山的领口 开了个一寸长左右的口子 又或者头发被削去一段 这大约便是花错的杰作 有人发现 公主的到来 连忙想要行礼 楚玉白白手阻止了他们 她随意叫过来 离自己最近的一个年轻人问道里面 情形如何 那人连忙低下头 小心翼翼地盗回公主 花公子说 她不会让任何人见到容公子 我们想要进去 可是都被打了回来 第一件事警告 第二件便会动真格了 他们虽然是给人办事的 可是也没有必要 拿自己的命去冒险 此时又有勇士大无畏的闯入园内 一两秒后园中 传出惊叫 伴着惊叫声 墙头上抛拉机一样 抛出来一个人 正是一两秒前闯入的勇士 楚玉 朝门脸 忘了忘 只见闭塞的竹影微微摇曳 并不能窥见人影 她转头又问 年轻人 一定非找荣指不可吗 难道没有了荣指 他们就不能自行处理 听着年轻人的回话 楚玉这方知道 荣指平时虽然看起来比较悠闲 但是她手里掌控着公主府的硬件 以及公主府内金钱人士等 最为重要的几条运转 命脉荣指 竟然有这样大的权限 楚玉心中惊讶不已 却又有了更多的不解 荣指手中权力如此之大 假如她不想 留在公主府早就能走了 甚至连害死 她也不是不可能 究竟是什么 让她一直留下来的 在慕雪原外站了一会 楚玉把周围人召集过来告诉他们 她会有所处置 令他们先行散去 带众人走得差不多了楚玉 也没有望慕雪原走一步 她转过身 步伐快速地朝来时的道路 走去月杰飞追上她 忍不住开口 问道公主 你要去哪里 楚玉淡淡到修远居修远居中 还远却不像 往日一般 手中握着书本 浏览她前次从荣指那里借来的书 已经看完 眼下也不愿再见到荣指屋外隐约传来侍卫的说话声 随即有人推门 而入桓园忍不住偏头看去 是谁在这时候来找她 楚玉微笑着跨入桓园的屋子 扫视一眼看见坐在角落的青年 便静止朝她走了过去 见到楚玉桓园俊美的脸容上泛起 复杂地拨动她迷惘地看着朝自己走来的少女 觉得自己从前好像从未认真的瞧过这个人 经过昨日之事 她的心智已然动摇 可是两年来埋在心底的耻辱 又岂是片刻的动摇 可以抹杀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 在桓园心中交织着一面是救命的恩情 另一面 则是被迫成为静丸的耻辱她现在 甚至不晓得因 该以怎么样的神情去面对楚玉 相对于桓园的挣扎 楚玉的想法 却十分明确她 来到桓园面前 与桓园隔着一张桌案 对坐开门见山的道桓园 我今天来是来和你谈一笔交易 桓园皱了皱眉道 我由与公主交易的资格 她这句话 是想也不想地脱口而出的话 才说出来 不知为何 又有些后悔 缓了缓口气到公主 恕罪桓园失态了 请问公主是什么交易 楚玉缓缓地伸出手来 比出三个手指三年今后 你不再是我的面首 而是我的幕僚 为我做三年的事 三年之后 我给你安排一个家底干净的新身份 还你自由这笔交易 你可愿意答应这个时间跨度 虽然稍微长了一些 但楚玉也有自己的考量她 需要一个得力的可靠的 帮手比起不知深浅的荣植此时的还原 反而更符合她的要求 可是还原楚玉目光锐利地 紧紧盯着她的双眼 不容她回避这三年之内 我要你完全献出你的忠诚 这是我最基本的要求 假如你不能做到 那么就当我今天没有来过楚玉面上 虽然果决坚定 但是心里却不是很有底 她知道自己这是在冒险她 心中想法 虽然明确 但是还原不一定吃她这套 就算吃了这套 也不一定完全信守承诺 这种完全依赖于个人信用的事情 倘若选择错了人后果是 一败涂地 但是目前 眼下楚玉也没有别的选择 毕竟她目前的接触面 还不够广泛称得上 认识 甚至比较熟的人不多刘桑 虽然年纪小有可塑性 可是她对人没有什么防备心 一声声容哥哥叫得那么亲热 改天容止 把她卖了她 还说不定反过来帮鼠钱呢 柳森墨香二人楚玉 也不是没有考量过不过感觉 他们走的都是花瓶路线 能力方面值得商榷 也只有略过不提 至于花错看方才的情形 她明显是与容止站在一条线上的 可以提前出局了 于是 只剩下还原她有才华心思细米 性格之中有刚直隐忍的一面 除了对自己的身份和过去有些放不开外 已经找不出什么别的缺点了 更为重要的是 楚玉昨天才冒着绝大风险救了她的命 虽然当时是下意识的不由自主 可是现在 却正好能拿来动之以情 而许诺给她全新的自由人身份 便是幼稚以利 双管旗下楚玉自认为 已经尽了自己所能做到的人事 至于能达到多少效果 今后会有什么变数 却是她无法预计的 听到楚玉开出的条件后 还原几乎有些不敢置信地望着她想要相信 却又忍不住怀疑 还没欣喜 自己便暗暗地泼冷水 一时间不知该如何作答 等了一会儿见还原只是沉着脸色 没其他反应 楚玉站起身来 对她微笑道 我等你的 答复你好好想想 不及在一时半刻她站起来的时候 身体正好背光脸绒埋在阴影里 但是一双眼睛 却呈明清澈 蕴藏着冷静坚定的灰光 昨日的那一刻 她也是这般模样 好似有什么在脑海中 陡然炸开还原神志一空 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好话说出来 她又微微有些懊悔 想要收回 已是不能处于心中雀跃 手掌朝外飞快 的伸到还原面前 一言为定击掌为是袖子 随着动作 微微卷动她纤细的手腕路在外面还原 注视着这手腕 想起昨天就是这只手拉住了她 即便是在那么危急的关头 也始终没有放开 就在楚玉等的有些心交时 还原慢慢地抬起手来 掌援轻轻地贴上她的两只手 慢慢地合在一起 楚玉认为自己 在冒险的时候还原 又何尝不是 可是所有的猜疑和不安 都被相互贴着的手掌 平缓而温柔地压下 一言为定击掌 为是不出修远居楚玉的心 已经放下了一半 接着 她又折回沐雪原 因为她的吩咐 周围人都已散去绿竹梧桐 又重新显现出了风至的幽静 接近院门口时 楚玉瞧见一名侍女 双手端着托盘 正慢慢地朝 这里走来 她上前 拦截那侍女问道 这是什么侍女 想要跪下 被楚玉阻止她 小心翼翼地偷掩乔楚玉 确定她神情没有异样 才低声答道 是给容公子准备的 要粥托盘之中 放置着一只 瓷中楚玉掀开盖子一看 里面盛着的 果然是热气腾腾的绸粥 不过粥的颜色 却不是大米粒的白色 而是带着些肉色 混合褐色 米粥里混着碎肉末 以及不知是什么 切成的白色细丁盖子 一揭开药粥的香气 便弥散开来 虽然带着药味 但是并不令人反感 米饭的香气和肉香 奇妙地融合起来 令人胃口大开 楚玉盖上盖子 便伸出手 将托盘顺了过来 道你回去吧 这个我来送四十 料不到楚玉会如此 那侍女一脸见了鬼的寿惊 神情也没能阻止楚玉吧 托盘拿走 与一直维持着震撼表情的月杰飞 走到慕雪园门口 楚玉回想起 方才那位壮士的前科 微笑着让出一步 以眼神示意月杰飞先行在前面顶着 假如花错杀过来 他也好有盾牌 这时两人听见园内传出声音 楚玉又连忙摇摇头示意 月杰飞且慢 那声音是荣指的漫然悠长 有一些虚弱 可是更多的 却是被揽无奈我说 哈错 你这么守着也不是办法 总不能让他们一辈子不进来 我一辈子不出去吧 接着便有一道沙哑的声音 想起你不必多说 倘若不是因为我的伤势不便大肆动武 我定要把那伤你的人 刺穿千百个窟窿 不必分辨这个声音 自然便是花错了 楚玉听见身旁一声轻哼 才生起不妙的预感 但已经阻止不及月杰飞大步地跨了进去 冷声到伤了她的人是我 倘若不是公主 阻拦我会下手 更重些 把她给杀了 随后楚玉便听见花错反唇相击 我当时谁原来是手下败将的师弟 真是丢人 没办法 与我堂堂正正地较量 却对不能动武地阿指出手 你们一门 也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 月杰飞 这一个冲动 把自己给暴露了心知 没办法继续听墙角楚玉叹息一声 抬脚跨入门内 朝圆内林中走了两步 顾不得看月杰飞 与月杰飞对着的那条红色人影楚玉的目光 直接落在了半躺在青石台上的荣指身上 一看见荣指楚玉的目光 就几乎错不开了 倒不是这时候 荣指有多么俊美 主要是她现在的着装 比较有个性 看见楚玉惊叹的神 色荣指瞥一眼自己身上无奈地笑道 我说 想出来吹吹风 阿错便一定要把我弄成这副模样 让公主见笑了 她神情坦然自在 好像昨天的事是一场幻觉 楚玉顺着她的意思 微微一笑道她也是 为了你好你 现在这样吹不得风 此时楚玉才想起来 她好像一直没有见过那位药罐子 见客花错 连忙转头朝一旁 红影所在的方向看去 原以为会看见一个脸色苍白 瘦骨如柴的男人 但是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片火烧般的艳红 见楚玉望了过来 花错狂傲 一笑长公主 殿下希望您能管好自己身边的狗 不要放她出来 随便咬人 要是一不小心被人宰了 那就糟糕了她话语中 指桑骂怀的意思 再明显不过 就差 没有指着月杰飞的鼻子破口大骂了 面对这种侮辱 月杰飞自然也没必要忍受她拔出剑来 飞快地招花错刺了过去 花错等的 就是她主动出手 冷笑一声 手腕倾斗隔住她的剑势一击之后 两人谁都没有收手的意思 反而更加激烈地打了起来 越打越远离 几乎将楚玉和戎指望在了一旁 楚玉看不太清楚 他们的动作 但是见戎指毫不关心 连看都不看一眼 便也暂时放下 不管看戎指 正闲着 楚玉 便在轻石台边 放下手上的托盘 揭开瓷中的盖子道 我给你带来了一碗药粥 趁着现在还热 赶紧喝了吧 戎指微微一刹 随即露出柔和的笑容 多谢公主 她动了动身子 慢慢地从玉背里抽出没有受伤的那只手 拿起托盘上 摆放的 勺子轻轻咬了半 勺在慢慢地送入嘴里要粥入口 她的手顿了一下 一直留神观察的楚玉 连忙问道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 不容纸抿一下嘴唇 微微笑道 很好吃 多谢公主为我 费心楚玉松了口气 没事就好 刚才也不知 怎么的她 直接联想到 粥里有毒了 在楚玉的注视下 容纸一口一口地 慢慢吃光了要粥她 安静含笑的模样 柔软无害楚玉凝视着她心里叹息 假如容纸真的如同外表这样 乖巧无害 该多么好可假如那样 也大约不是容纸了喝完了 要粥花月二人那里的战斗 也接近了尾声 两人周围的树林 是一片狼藉绿竹 无同伤的伤断的断青幽之气 荡然无存储欲 正在想要怎么出言 阻止这两人容纸 却早他一步 他看也不看 二人 一眼放下勺子 悠然慢声道你们 非要毁了我的园子 不成提醒之后 他的声调陡然一沉 月杰飞花错言语 醉你你出了气也就算了 不要得寸进尺 几乎是立刻两人同时 住了手花错单手扶着胸口 低头喘息不已 而月杰飞 神情虽有不甘 可是却好像有什么顾忌 压抑住了他的冲动 楚玉端起托盘 对荣指道你这些天 假如身体不是我让还远 赞带你处理事物 荣指笑笑道好 他神情从容平静 好像了然地看透一切一般 对于楚玉明着说 是要帮他减轻负担 实际上是奋全的行径 完全没有该有的反应 楚玉轻叹一声 你好好修养 假如荣指的目的 能更加明确一些 假如他不是这样的 完全看不透 也许他还不会如此戒备他 一直在想 自己这么做究竟 是不是正确的 尽管原本计划得很好 可是真的临到实行时 还是会有些过意不去 这奥周 假如你喜欢的话 我让人每天给你主 听他这么说 容止却露出了 叉色他慢吞吞地开口道 公主你知不知道 这奥周有什么功用 难道不是补品吗 楚玉心底狐疑着 听他不紧不慢地继续说下去 除了补气阳血之外 这奥周里的一些药材 适用以补肾的补肾 更直白一点地说 就是壮阳饶氏楚玉做好了 十分坚强的心理准备 听见这个答案 依然忍不住想要抓狂这家伙 哪里像是肾虚的模样 这种周 究竟是哪个混蛋主的容止笑 您的到我猜想是府内 上要司的人 所谓他眨眨眼睛 目光纯洁极了 他们猜想 我也许是因为服侍公主不利 才会遭到如此惩罚 于是特意给我进步 回头找他们说说 便好楚玉望着他目光也纯洁极了 好一会儿 才领会他的主题思想 感情公主府里那个什么上要司的人 以为容止 是因为在与他进行某种活动时不够卖力 才被他下令打成这样的 其实当时的情况 叫外人粗略看来 也确实是惹人误会 楚玉和容止走入信花林中 月结飞在外蹲守望风片刻后 月结飞入林 再来是容止 重伤着勉力走出来 接着楚玉衣衫不太整齐的身上 还有明显的 在地面上滚过的痕迹面带不跃之色地走出来 综合以上现象 再经过流言的扭曲 最后变成了一个十分精步的故事 容止平时代府内上下都算不错 也积累下不少的人员上药司 是公主府内专门私制医药的机构医官 又与容止交好 便想帮容止一把 于是与厨房联手精心调制药周差人 给容止送去 便是楚玉端来的这种楚玉 现在觉得 手上端着的托盘 无比烫手端着难受 但是丢也不是办法 过了一会他才 想起来问你 既然知道 又为什么要贺容止凝望着他柔声道 因为是公主你端给我的呀 我永远不能拒绝公主的 他的声音那么温柔楚玉 与他对视片刻 终于证实了一个 从前不愿去证实的问题 会不会可能容止的心 真是向着山鹰公主的 也许在他的观念中 不可能有人甘心 与别的男人一起服侍 一个女人 可是在这个疯狂的时代 又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楚玉从前一直不愿意这么想 不是不能是不愿 因为 倘若容止真的是喜爱着山鹰公主的 那么他的到来 算不算是夺走了他恋人的躯窍呢 假如他知道这身躯之下的灵魂 已经换了一个 会有什么样的表情 可是他又能怎么办呢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为何会来到此处 更不清楚山鹰公主魂归何方 他要去哪里寻找一个 真正的山鹰公主给他 倘若他知晓真相 又会不会因此伤怀 甚至愤怒 不管是出于哪方面的考量 都不能说出 事实楚玉默默地想 假如今后证实了他的猜测 也只有尽量地补偿他 楚玉垂着眼眸 仿佛沉默了许久才开口道 假如我要杀死你呢 他才说完 那边花错 便警惕地看向他手 再一次紧紧地攥着长剑 只要楚玉稍稍有不利于 戎指地举动他 便会动手戎指 伸出手 招花错 摆了摆目光 却一直胶着在楚玉的面上道 只要是 你的愿望我都会为你达成 楚玉终于无法再维持表面的平静 扭头就走 走出很长的一段路楚玉 才慢慢地冷静下来他 深吸一口气 借此病除脑 海中关于戎指的事 第二日楚玉 在府内闲逛边走边随口 问一旁的月杰飞 你对那花错知道多少 不管多少 都给我仔细地说一遍 月杰飞 跟着楚玉的脚步倒是公主花错 原本是江湖人 一手凌厉狠毒的折花剑 十分出名 西年 他与一个年岁相仿的贺姓少年 一到四处游历 两人皆是剑术高手 人称花商贺利 一时风头无两 但是大约四五年前的时候 两个少年不知道因为什么闹翻分道扬镳 而很快的江湖上 便失去了花错的踪影 再过两三年花错被仇家找到 唯一公虽然他杀死了所有人 但是自己也身受重伤 便来到公主府找荣指油荣指 将他作为面首安顿进来 一直以药材吊着姓名月杰飞 还说了些花错在江湖上的战役 说得比较专业 楚玉听不太懂 说话间 两人已经走进上药厮楚玉 早些天在府内闲逛时 便曾经路过这里 只是没有进去一瞧 但是路线却 还是记得的 一进上药厮的院子里 便闻到浓郁的药材味 有几名医工学徒 正在院子里 以刀归两取药末分装 专注的连有人到来 都没发觉 楚玉禁止走入 里屋内坐着两人一个 五十多岁 还有一个三十多岁 身上穿着很庄重的服装 应该便是府上衣冠 他们都正在阅读书籍 楚玉倾壳一声 惊动二人 趁着二人行礼之际 问到荣指的伤势 你们去看过 没有年长的那个 低头达到回公主荣公子的伤势 并无大碍 只需休养数十日 便可全域楚玉点了点头 忽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了他既然过来了 也不能就只问这么一个问题吧 但要说 让他问那个壮阳的周 他也实在不晓得 应当如何开口他 扬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顺着屋子行走 目光缓过靠墙的书架 最后落在两人面前的 桌案上书架和桌案上 都落着一些书籍和诊断记录 还有公主府里 用药的记录看情形 这两人是在整理过去的资料 楚玉随手抽了几本册子浏览 看着看着他骤起眉来 原本只是随意地翻看 渐渐地楚玉看出一点不对劲 在三年半到四年前左右 这段时间里诊断 记录竟然是一片空白 好像凭空缺了这一块似的 不过与诊断记录不同 药物消耗的记录 却还在联想起 月杰飞方才说的话 楚玉眉头一皱张口 便想问哪 两名衣冠画到嘴边 又转个弯页回去 倘若真的曾经发生过什么大事 作为公主不可能不知道 念头一转 他的话便变成了 你们在这里多久了 三年年老的那名衣冠 恭敬地回答 楚玉洋洋眉毛放下记录册子 便朝外走去 时间掐的可真是 恰到好处那一段被 掩盖住的时间 也许是无意 也许是有意 但是想必都是很值得深究的过去 然而 他不可表现得太过明显和急切 因为现在 他是山鹰公主楚玉 已经吩咐人 把应该处理的事物 暂时移交给还原 当然这并不是说 马上就让还原取代荣指的地位了 因为不管是人缘还是微信 乃至经验手腕 还原应该都不如已经做的 手熟的荣 指而假如一下子进行权力移交 先不说荣指那边光是下面 就恐怕会引起动荡 甚至反弹 因此 名义上的借口 仅仅是暂代处理 实际上也只能暂时如此 他让还原去荣指那里 一方面是把硬件取来 另一方面 也是带着批条和账目去请教 荣指荣指是一个现成的前辈 拥有丰富的经验 在他的指导下能够事半功倍 假如让还原自己摸索 也许会走许多弯路等 荣指伤势好些了大部分的权力 也许还是要还回去的 不过还原也可以分过来一些做 但不会太多 回到自己的住处处域 让人调来府内的人事记录 从四年前一直到现在的 之所以要这么多 是为了混淆目标 不让人看出来他的直接目的 不过关上门后 处于翻看的 还是从三年前到四年前的那段时期 有些出乎意料 但是又有种果然如此的感觉 处于看到三年前公主府内院 有一次庞大的人事大换血 话而言之 内院的人三年多前 和现在的完全不是同一批 而那些被换走的人 记录上则没有做太过详细的说明 那个时候 一定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才会有如此剧烈的变动 但是处于现在所 正在考虑的问题是 是不是真的要去探究 如花费心力探究出来的结果 与他所想象的不一样 反而因为太过分心去做 这件事 导致他做出失误判断 那么岂不是得不偿失 可放着不去理会处于的好奇心 始终压抑不住 而那件事 也未必与眼前毫无关联 处于回房 让又兰给自己书发指书了 一个简单端正的发际 头一次上了淡妆 而后换上较为正式的服装 这一准备 是经半个时辰过去 在这做准备的当口门外 又传来花错的声音 花错替戎指 给公主送东西 处于起身开门 他先对月节飞点点头 不妨是随后 望向花错是什么花错手腕 一转伸出来 在他的掌心上 静静地躺着一只拳头大小的丝囊 里面 满满的 不知道填装着什么花错道 这是戎指让我交给你的处于 好奇地解开颈腹的断带 拉开丝囊的带口 发觉丝囊之中盛装的 都是香料 各种切碎的香料混合在一起 散着凝和舒缓的香气 处于不知道戎指这时候 送来东西是什么意思 但是想来 他也不会做无谓的事 此举必是别有用意的处于 想了想将 丝囊的口记好 仔细地放进怀里 这回出门 是为了入宫 公主府门口 已有一架华丽的车鱼 在等待两人才坐稳车架 便开始动了起来 楚玉与合集共乘 一车两人坐在车内之间 隔着大约有一米的距离 但楚玉依然觉得很不自在 神情也随之僵硬起来 合集很关切地望着他公主 若是身体不适 不妨现在 回服楚玉 淡淡笑道 我若不入宫 陛下恐怕会怪嘴 你现在才说这废话 不觉得晚了一些吗 刚才干什么去了 合集极为诚恳的道 我就算拼着 受陛下责罚 也要也不能罔顾公主的身体 楚玉叹了口气 摇摇头闭上眼睛 靠在身后的软垫上 假装闭目养神 不再理会 合集论起拼眼界 他实在不是这位的对手 更何况就算拼赢 那也没什么好处 表面的和睦 并不能改变那里的事实 这是双方都心知肚明的公主府 距离皇宫还算较进步一会儿 便抵达了目的地合集将楚玉送到 宫门处便与他分别 随后楚玉由宦官引领着 前去见皇帝 在见到刘子叶之前 楚玉做过无数种可怕的设想 他的历史知识并不算深厚 可也大概知道 刘子叶是一个 好色又残暴的少年 这样的少年 倘若是普通人 也就危害一下乡里 可偏偏他是皇帝楚玉 甚至很认真地考虑过 假如刘子叶向他提出某种 要求他是否应该谎称自己好朋友来了 借此逃过这一次 刘子叶有极坏的印象 楚玉几乎把这个与山鹰公主 有血肉清源的少年 想象成一个面目猙獰 青面獠牙的怪物 也因为如此 当楚玉看见刘子叶时 脑海中的想象 与眼前所见 是极大的反差 楚玉见刘子叶 是在后宫中 一座空闲的大殿里 宽敞的殿内 那个身穿玄色衣袍的少年 靠在转边与墨香 同样是狭长的眼睛 可这少年的眼睛 却闪烁着焦躁的戾气 令他看起来有几分阴狠 那苍白的脸容上 写着痛恨的不耐 可尽管这样 他的面貌 却是出乎人意料的俊秀 忽略他暴躁的神情 这少年的相貌 竟然是算得上 十分端正清俊的这少年 便是当今南朝的帝王 刘子叶刘子叶 看见楚玉双眼 一亮一扫不耐之色地扑过来 将楚玉紧紧地抱住阿姐 你哟 好多天没来看我了 刘子叶扑过来的刹那 楚玉心头大叫来了来了 但是却也只能 老老实实地站在原地 让他扑背一双手臂 牢牢地孤住楚玉的身体 顿时僵硬无比 冷汗直冒 不会这么直接 就那什么什么吧 但是出乎楚玉的意料 刘子叶并没有下一步的动作 就只是静静地抱着他脑袋 埋在他肩头 一动不动地好像睡着了一般 也不知过了多久 大约是直到楚玉 僵直的身体接近麻木的时候 刘子叶才终于出了声 阿姐 你这么些天不来看 我是不是讨厌我了 楚玉揣摩他的语气 似乎并没有质问或指责的意思 才慢慢地筛选 词汇道 怎么会我前些日子身体不好 休养了数日这两日才稍微好些 怎么会这样 刘子叶听了一惊 连忙松开楚玉 仔细地端向他的脸容 好一会儿 才忧虑地道阿姐 你的脸色好生苍白 要多吃补品才行 楚玉心说 这纯粹是被你给吓的 再说 养生之道可不光 是在于吃补品多少 不过他并未多言 只是任由刘子叶拉扯着 坐到桌岸边 刘子叶换来在殿外守着的宦官 口述了他的旨意 赐给长公主大量的珍贵补品 和珠宝绸缎楚玉 在旁听的头皮发麻 这对姐弟平常的小意思 都如此大手笔吗 那正式的封赏 又会有多少宦官告辞之后 刘子叶的手 又一次爬上楚玉的 腰身子一歪 就躺在他跪坐的双腿上 楚玉心中咬牙按道 这小鬼 倒是会躺不过刘子叶的动作 似乎并无猥亵 他就只是很安静地 躺在楚玉的腿上 随着一呼一息时间慢慢流逝 他面上的暴躁力气逐渐消散 最后竟然变作一片安宁平 和他的脸容 微微苍白神情 有一种紧绷之后 放松的世然方才的模样 与现在相较 简直就宛如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楚玉几乎怀疑在自己一眨眼的功夫 有人把躺在自己腿上的少年皇帝 给掉了包 现在在他面前的 仅仅是一个面貌相同的人 刘子叶轻轻地输一口气到阿姐 你今后可要常来看我你不在 我烦心得很总想杀人这句话 让楚玉心头一沉 知道刚才所想 不过是错觉 这个 神情安宁的少年 依然是那个狠毒残暴的小皇帝 过了片刻 他又听刘子叶慢慢开口 带着点疑惑 对了 阿姐 你今天身上的香气 好像有点不对和 以前不太一样呢 楚玉愣了愣 想起零星前 荣植给他的香囊念头 在脑中转了五六个线 他轻声到今天出门前 恰好沐浴了一番 用了新的香料 所以 往日不太一样了 那香囊的气味 与他初次醒来时 屋里的熏香 类似他还没觉察出 其中有什么细微不同 这刘子叶倒是觉察出来了 刘子叶不再多问他 眯着眼睛脑袋 在楚玉腿上蹭了蹭 像是找个更舒服的姿势 躺好阿姐身上总是这么香呢 每次我头疼闻到 阿姐身上的香气就好了 许多楚玉随口 硬着盯着睡在腿上的 少年目光 如临大敌 好似看着可怖的生物传说中 历史上荒淫暴力的废帝刘子叶 此时竟然像一只 收起了利爪的小猫 慵懒地睡在他的腿上 午后的阳光温暖和煦 从窗口打进来 打在两人身上 这情形 倘若是 发生在寻常人家 只怕并不出奇 可是皇室之中 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 告别刘子叶离开皇宫时 已经接近 黄昏十分处愈 从怀里取出戎指 临行前交给他的香囊 放到鼻尖下 深深地嗅了嗅 慵懒的香气进入肺腑 使整个人都舒展平静起来 这香囊似乎 是有安神静气效果的 而刘子叶 又似乎是有着某种暗急之香气 能舒缓刘子叶的神经 于是刘子叶便认为 和这个姐姐在一起 分外的舒适各方面都对他 宽带不少处域 仔细回想每一个细节 假如仅仅是香料 便能让刘子叶的情绪 缓和善音公主 为什么不说 直接把香料提供给刘子叶 他也就不必频频进攻了 诱惑者 他其实是故意不说的 故意隐瞒真相 甚至连刘子叶发病的原因 也是因为 他虽然逐渐转下天气 兼热可楚玉 还是被生生的 又惊出一身冷汗 手脚冰冷的好像 竟在血水里 定下神楚玉换来诱蓝 让他把前阵子 撤去的熏香炉子搬回来 再给他点上门窗闭锁 舒雅清明的香气 很快地便充盈着房间 让整个人的神经都放松起来 但是楚玉却没办法安宁地睡过去 他坐到床边的桌案前 自取纸笔大张的白纸摊在面前 他垂眸沉思握笔的手 却悬在半空 迟迟落不下去 发生了 容止那件事后 楚玉便有了更深一层的危机意识 这年头 面首不可靠 侍卫不可靠 驸马不可靠 连皇帝也看起来很不可靠 他唯一能够放心相信的 便只有自己思量片刻 楚玉还是放下笔 叫来佑兰吩咐了几句 佑兰会以惊恶的目光时 楚玉微笑道 记住不要多打听 不要多问 按照我说的去做 便是我 自有打算 此外 不要让太多人知道 次日清早 楚玉早早地起来 把跟自己一样 被熏香熏了一整晚的衣服 穿在身上犹豫一下 戴上绒纸 昨日送的香囊 坐上 自己的彻鱼上午未过半的时候 便入宫 去了 昨天他 虽然根据所看到的 做出一些推导和想象 然而毕竟没有充分的证据 来支撑昨日所见 也许只是巧合 想要证实 最好自己 再用眼睛亲自看一遍 这回楚玉见到刘子叶 却不是在空荡荡的宫殿里了 他被宦官引领到皇帝的书房 也就是所谓的御书房里 便又 看到那个脸容苍白的少年 一脸阴厉地坐在长几后 眼神狠毒的骇人 他丝毫不遮掩满腹的杀意 就这样喧嚣着 张扬喷薄而出 这少年尚不足 若贯心肠却 好似被早已没 孜然的漆黑楚玉见了心下一凉 又忍不住忐忑起来 刘子叶好似正在发怒 他不经意抬起眼来 瞧见楚玉站在门口 却没有如昨天一样 扑来 只阴沉沉地道啊 姐我想杀人今天的刘子叶 不再像昨天那样扑过来 显出了几分违君者的持重 可这样才让楚玉更为地担忧 楚玉心头一秃面上 却不动声色地走过去 轻声道 杀谁不会是他吧 现在跑不知道 还来不来得及温柔的香气 在空中飘散 宛如思旅一般地 俯过刘子叶刺痛的神经 他深吸一口气 忽然不再那么暴躁了 可眼神依旧有些阴沉 有个人太讨厌 每天上书 教训我 我很不想看见 他处于慢慢地跪坐在刘子叶身边 目光瞟过桌案上的剑书 将其中几行收入 眼中 大概意思是说 小皇帝行为不减 宠幸奸邪 有失君王风范什么的 这件书写得很不客气 刘子叶又是这样的脾气 楚奕觉得 那大臣能活到今天实在是 老天保佑刘子叶 抬手一挥 那奏章便被扫落桌下 他身体歪斜 倒在楚奕腿上 深吸口气后 发出一声舒服的声音片刻后 他懒洋洋地拉楚奕的衣袖阿姐 你怎么惊天 又来了 是不是缺什么 我立即下旨赏赏赐给你 楚奕无声地摇摇头 尽可能压抑住心中的异样柔声道 什么都不需要 我前阵子来得少了 今天特意 补偿一下还不行吗 目光触及地面上的 剑书楚奕 深植铁上 刘子叶的太阳穴 趁着他神经放松的时候 问道 陛下刚才说 要杀人 究竟是杀谁 刘子叶随口说了的名字是 叫沈深植楚奕搜索一遍 记忆不认识 不仅没从史料上看过 也从没听荣指提过 估计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人 他犹豫了一会 缓缓开口 陛下能不能饶恕那人 就将他贬观算了 为什么刘子叶忽然睁开眼睛 眼底的光芒 正对上楚奕 那么令人心寒阿姐 你从前可是从来 不管这种事的楚奕 压下如肋骨般的心跳他 还没解释 刘子叶便笑嘻嘻地打断他 我知道了 那沈深之相貌很是不错呢 阿姐既然看上他了我 明日便令他去公主府 服侍阿姐楚奕 张口结舌 想要给自己变白 但是想想这个理由 好像也不错 至少比他编造的那个 更加合情合理 便闷声背下了这黑锅 与刘子叶扯些不着边际的话 楚奕在宫里又 心惊胆战地待了半日 最后离去前 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 才松口气 这回出皇宫时 楚奕没有太着急 他一边走着 一边悠闲地四处张望 暗中记下周围环境 顾盼之际 楚奕却瞧见一个人 其实宫中可以瞧见的人不少 但唯独这个人 让楚奕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目不转睛地深深凝望 那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 论貌美 他不如柳森墨香 也就是戎指还原那个等级 楚奕这些天来月灌美色 早已能视美色如浮云 可是这少年太不同了 他的双眸清澈 却不似戎指那般 深沉而是一种 接近出生婴儿般的纯真无垢 眉宇之间的纯净 几乎令人屏息他 虽然行走在这天底下 全力忧望最为集中的地方 可是楚奕却觉得 他走在红尘之外 没有沾 染上人事的半肆爱恨情愁 贪嗔痴怨 这少年太干净了 他身穿几乎夜地的紫色长袍 长袍外拢着一层 青纱行走之间 青纱扬起飘然若先 好像觉察到楚奕的注视少年 停下脚步 微微偏头瞧来 望见楚奕时 他浅浅地笑了笑点一下头 随即又朝前走去 与楚奕同行的宦官察言观色 小声地冲楚奕儿与长公主 殿下那位是太史令天如静 爱是云锦山一脉的传人仙术 很是了得的公主 如是冲撞了什么晦气 可以请天师大人前去驱邪 这番天师大人入宫 便是为了 为宫里闹鬼的屋子驱邪呢 太史令只不过 是按照体制安排的官职 平时的工作十分空闲 就仅仅是推算立法 不过天如静的另一重身份 却是效忠皇室的 天师因此 虽然职位不高 王宫之中 却无人敢小看于他回味过来 天师是什么意思后 楚奕才萌生的好感 立即去了七七八八 这气质纯净的少年 竟然是 那种装神弄鬼的神棍反差 也未免太大了吧 这个世界 果然人人都是不可貌相 回到自己的府上 楚奕已经将 方才在宫中瞧见的少年望却 就算再怎么 气质纯净 再怎么 表里不一天如静 也与他没有关系 他不需要驱邪 也不贪恋美色府内 除了软电摆设挨挤的之外 此时却比来时多了一样东西 是一个被绑得很艺术的年轻男子 那青年嘴里塞着白金 呜呜地说不出话来一双眼睛 却含着愤怒又屈辱的泪水 眼睛里的光芒化作利剑摄像楚狱 这青年便是 刘子叶送给他姐姐 得新礼物 沈申之